Hello! 歡迎大家回到重重哥哥跟你說故事的第六集 已經是最後兩集 今天是大年初三 俗稱赤口即是會吵架 我們不要吵架 但是聽重重哥哥說故事就不怕吵架了 看看我們今天會學甚麼英文字 說到過農曆新年有一種的聲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嘗試裝一裝 看看大家猜不猜到是甚麼聲音 這種是甚麼聲音是甚麼樂器呢? 就是我們中國的傳統樂器 這些樂器通常我們會在甚麼情況之下聽到呢? 除了聽賀年歌之外 通常在街頭有表演的時候我們都會聽到 而是甚麼的表演呢?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農曆新年的時候有機會會見到的表演 第一個就是 Dragon Dance 是Dragon Dance 舞龍 不知道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有沒有見過舞龍 甚或是有沒有真的沒有過龍呢? 松松哥哥在小學的時候 那時候我參加南童軍 過年的時候都有參與過舞龍 至於舞龍的情況 我會稍後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首先看看 為甚麼過年的時候 會有舞龍的這件事呢? 好了 我們剛剛講到那些中國傳統樂器 在書上都看到有三個男士在演奏 那究竟舞龍是甚麼來的呢? Dragon Lantern The Dragon Lantern is also known as the Dragon Dance Dragon Dance 我們會更加普遍會聽到 因為舞龍舞龍 反過來就是龍舞龍舞 那就是Dragon 龍 Dance 舞 所以我們會更加通俗去講 會叫做Dragon Dance In Chinese culture The Dragon is a divine creature that represents auspiciousness 在中國的傳統習俗來講 龍是神一樣的存在生物 所以這個龍是代表吉祥、吉利、幸運的意思 D People perform the dragon dance to pray for the dragon's blessing 那當人們去舞龍的時候 其實是希望得到龍的祝福 所以就會有舞龍的活動出現 在過龍力新年的時候 都是一些意頭 希望獲得好運 希望大家都開開心心平平安安 至於實質龍是怎樣舞呢 我們來看看這邊 這裡好搞笑 這個人頭被龍借住了 我們看不到這個人的人頭 不過不要緊 一會兒從中說 給大家看一次 那其實舞龍是怎樣舞的呢? The Dragon Dance Team 是一隊人來的 Makes a dramatic entrance 當他們入場的時候 都會是非常精彩 去吸引人家的眼球 The performers at the front control the dragon's head 在最前的 就會是控制龍頭 While those behind control the dragon's body to the rhythm of gongs and drums 至於在後面的人 負責控制龍的身體 就會跟隨著中國傳統樂器的演奏 的節奏 It's like a real dragon flying through the air 其實舞動起來 就真的好像一條真的龍 在空中飛翔 People give loud cheers 大家都會很大聲地歡呼 鼓掌 有一個很熱鬧的氣氛 對 一開始就說到 松松哥哥在小學的時候 都有參與過舞龍 那我就記得自己 是在舞龍裡面排第五個的 那我們嘗試一下 數一數看看 找不找到第五個在哪裏 首先龍頭的是第一個 不算龍珠 第二 第三 第四有個躲起來了 第五 嘩 這個人 嘩 你看看他 咬牙關非常認真 的確是 因為舞這條龍 一點都不輕 不要以為很多人一起舞這條龍 大家就很輕鬆 我不給力 我不拿著都不要緊 是不行的 整條龍是非常之重 我尤其記得 當我小學的時候 他舞 舞起來 的確是有點吃力 那在書裡面 其實就沒有提到 其實我們舞龍 都很重要 還有另外一個人 是負責拿著這顆龍珠 去跑來跑去 那意思就是 這隻龍 是為了要追這顆龍珠 所以就在這個空中 那裏 非常 就成就了一個很好看 舞龍Dragon Dance的表演 那如果說起舞龍 其實 不要忘記 我們還有另外一件可能會不會 它那 Typen 就是 母獅 Lion Dance the army 逃離 那 第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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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intellectually 今集唱艦 這之 Ojai 3,2,1 好了,舞龍 英文就叫Dragon Dance 好像龍舞 所以舞獅都一樣 將中文調一調轉 將舞獅變成獅舞 獅舞? 不是師父的老婆的獅舞 獅子舞動 翻譯英文就是Lion Dance 所以這一個就是Lion Dance 通常一隻舞獅會有兩個人 獅頭一個 然後這裡 後面獅尾 還有一個哥哥 所以通常沒有一個舞獅 就會需要兩個人去舞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兩個在新年會見到的表演項目 一個就是舞龍Dragon Dance 一個就是舞獅Lion Dance 不知道大家比較喜歡看舞龍 還是舞獅多一點呢? 其實在香港有一個很出名的舞龍的表演 就叫做大坑舞火龍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一點 可以去Google搜尋一下 找什麼叫大坑舞火龍 有機會不妨去看一下 如果看過舞獅或舞龍的朋友 都不妨留言告訴我 你喜不喜歡看舞龍或舞獅 我們明天是最後一集 第七集明天再見 拜拜